這個案子當然是 就是新北的病醫 這個人去新北的病醫就醫 新北的病醫跟通報 台北市又會 你們有一間餐廳 怎麼樣 可能有問題 那台北市接到通報是在24 就是禮拜天接到這個通報 台北市政府接到通報 接到通報之後 台北市衛生局 就派了衛生局的機場人員去 然後就去檢查他的衛生 檢查工作人員 有沒有健康檢查 就這樣下去 就這樣而已 然後就決定罰他錢 就當成一般的 一般的吃飯一杯豆 太親呼了 那這個案子24 在台北市處理完之後 因為除了台北市的 接到通報以外 陸陸續續 就台北市的醫院 在台北市的病醫 陸陸續續接到通報 而這些通報通通通報到了食藥署 到衛福部去機關署去了 那衛福部去的時候 王必勝在26就出來說 這個事情看起來很嚴重 他就跳出來說 這個事情看起來很嚴重 然後呢 衛福部就自己跳進去 衛福部自己帶醫生 帶檢驗人員 早期這裡的病醫 開始要採集檢體 他的重點是什麼 他說因為台北市在驗的時候 他能驗的那個項目太少 你看新北市衛生局長陳潤秋公 有 我們有驗 我們有驗立即跟傷寒 驗完沒有 沒事 他怎麼不要驗懦羅 現在舉一個例子 都有讓類似症狀 王必勝就說 這樣不通 王必勝覺得這個事情 因為台北市又陸陸續續 有幾家又通報了 然後這個時候 王必勝 他們這個食藥署 就開始去處理這個案子 可是我們現在就看到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是在27號 今天才宣布台北市那幾家要停業 其實這個餐廳在台北市也沒幾間 然後差不多四間左右也沒幾間 特別的是台北市既然在24就接到通報 對 他24 他說他們24就有去了 然後奇怪那你2526 為什麼沒有針對這一家業者 採取必要措施 其實是這樣啦 你會說你強制他 不能給他停業對不對 另外一種就是說 歡迎我們接到通報的日子 日後是拜日 你如果說你拜日不要開 讓我們檢查一下你拜日不要開 確保一下嘛 確認一下 因為一包餐廳拜日不開吃正常 還是割一個牌牙說今天這樣 不然還因為它爆會公司 就是說你說這樣也是合理 不過因為爆會公司 拜日也是有營業 但是就是說對這個 如果要不要造成恐慌 就是自己先自清 我這東西就不要再買 重點是25還有營業 對 25還有營業 26還有營業 營業了兩天 現在在醫院裡頭 陸陸續是有19去吃的 有21去吃的 有22去吃 有23去吃的 那這個其實大家這幾天 大家在檢查這些制度 到底是什麼問題 各位有沒有覺得這種很熟悉 它又是新北 通報給台北 對 要開開案有沒有 現在還要跟衛福部 還有食藥署 我跟你講台灣人每天聽政府 管治政府都要刷來刷去 一定很不爽 所以這次要肯定食藥署 挺定衛福部說來 直接跳出來 我們來檢驗 衛福部他的國家檢驗室 實驗室可以檢驗的東西 比較多 所以檢體來 我們這裡付這件 可是這個也蠻奇怪的 就是警方 因為這是中毒室的 你知道 便宜中毒室 所以到時候有檢查官 新北地檢署 我今天看新北地檢署 把這整個的案子 移給台北地檢署 然後台北地檢署 才去查 所以這還要拖兩天去 當然地檢署沒有接到說 要去查這個案子 地檢署當然不會出手 但是我覺得這個案子 現在就是先把損害跟控管處 然後把事情釐清楚 當然現在有一些爭議 就是說 怎麼吃一樣的東西出事 到底是食物烹調出事 廚師出事 食材的問題 那食材的公司有沒有問題 那食材的公司 他有沒有在賣同樣的食材 給別家店 現在檢署的 他的鮭署在哪裡來的 他的河粉在哪裡來的 就是廠商進回 別人有沒有 別家店有沒有 也是盡同一家的鮭署 鮭署或者是這個河粉 這些問題現在已經檢署署 在查 衛福部也在查 不過這個事情就是醫療 因為這次食材的問題太嚴重 不過這一次就是 衛福部和食藥署 主動跳出來說 我們來處理 我們來整個沖盤了解 我們來介入 而沒有等到說 新北跟台北說 台北說 你們一年 台北可以說 我們24才知道 你們新北22 你們我們24才知道 我們24也報到中央 現在是新北問題 還是台北問題 我要說 如果觀眾還要聽 這就聽得不懂 所以這台衛福部 跳出來處理 我們希望速度更快 讓大家買得更煩惱 陳志涵可能要再去編輯一次貼文 因為現在除了人命有更新之外 我們發現 本來我就很無聊 沒事我都會去找 上次才去找民眾黨 偷偷這個科學魔法 他那個什麼 滿意度不滿意度 他偷偷把它編輯完 我又去看了一下 陳志涵也偷偷編輯了貼文 這個可能是民眾黨的習慣 為什麼 他本來發文的內容是什麼 所以你都盯著陳志涵看是不是 可能民眾黨還有柯文哲 沒事大家就去點一下 臉書上面可以看編輯貼文 看他改了什麼內容 因為很奇怪 他前面是講說什麼 臺北市政府到了3月26號 才去餐廳機場 整整拖了一個星期 然後就想說 臺北市政府就在信義區旁邊 先不論 我覺得這個第一個 那這個萬一以後總統府附近 或者是行政院附近發生事情 我們就說總統府就在旁邊 行政院就在旁邊 這兩件事情 這個東西是不可控的 第二個是 重點是什麼 臺北市政府已經有出來說明了 第一個他們當然是 他們是說他們3月19號才接到通報 那接到通報之後 後續他們馬上就接著後面去處理 所以 陳志涵後來就偷偷編輯天文 3月24號跟3月26號才去餐廳機場 所以陳志涵在做什麼事情 他在做帶風向的事情 就是說一開始這件事情 這個都還沒有掌握清楚 都還沒有了解清楚 然後你就急著帶風向說 你看臺北市政府 就在信義區旁邊 他的目的是想要講什麼 他就說講完啦 講完你看私職啦 那所以你覺得講完的速度很快 然後一開始只有停那一間店很棒 這樣嗎 我覺得第一個因為這個 我覺得大家可能過去來 多多少少也有這種吃到東西不乾淨 然後這個不舒服的經驗 只是這一次這個食物中毒 是真的蠻嚴重的 那而且這一間我比較講的 這個保齡茶是素食餐廳 以往大家會認為說素食餐廳 他可能無論是在這個食材 用料上面等等 他會留在特別的景深 這是完全錯誤的觀念 然後結果現在發生這種事情 那因為臺北市政府現在講說 這個雖然這個新北這一個人 他是這個十九號 他就已經這個有這個去就整 但是臺北市政府 確實他們是在三月二十四號 才這個接收到這個食物中毒的這個訊息 無論是這個新北市政府 所以是侯友宜的問題 所以你現在是說侯友宜動作太慢 這個我不敢去講 因為依照這個推定 所以十九號通報二十五號才到 齊女子也該到了吧 因為這個這個問題是講就是說 如果這個你去就醫 然後你疑似有食物中毒的話 醫院應該要去這個依照規定去承報 那承報可能就兩條嘛 一條是向中央承報 一條是向這個地方的衛生局 都要都要 那我在想說可能或許 一開始大家沒辦法判斷說 這個到底是不是確定 確診是食物中毒 然後可能又要去追溯說 他到底是這幾天內 他吃了什麼樣的東西 等等這一些 所以或許是這個持續上面差別 那新北市他或許接下來 也會做說明 所以臺北市政府 現在確實是講說 他們到3月24號才接到新北市 這個通報 他們的衛生局 都不跟蔣萬安講 所以故意要讓他後面出包 我先不要去怪誰這樣子 但是這個如果以臺北市政府 現在公布的時序 他們3月24號一收到通報之後 他們馬上就前往機查 那機查之後馬上又這個 後來晚上他們也接獲1999的 這個通報嘛 然後他們也馬上這個 接續再跟醫院確認民眾的情況 那26號你說他就勒令庭業去追查 那今天這個全數勒令庭業 因為後來發現 回報的這個例子越來越多 那必須要立即去庭業 一開始大家可能覺得 是個案等等這些 所以說你說這個 在這個程序上面有沒有怠惰 我是覺得說他們如果 以他們接到這個訊息的時間點 看起來算是動作 算是不敢講快 但是至少就是依照規定去行使 你好思評喔 不敢講快這句講得很對 我不敢講快 因為大家永遠一定會覺得說 還可以還要可以更快 所以我們有一句話 叫做哀驚勿喜 就發生任何的不幸 尤其是人命的不幸 大家第一個當然是說很惋惜 然後很難過 然後第二個又想說 這是怎麼回事 想辦法去制止 這才是最重要的嘛 那就像陳姐 今天假如我拉肚子 我前幾天拉肚子 我老婆馬上問說 那是因為剛剛吃什麼嗎 我說吃的東西不會那麼快拉 除非是牛奶 否則的話大概至少要三四個小時 所以你不會說現在吃之後 就因為這個 然後他再去看說 什麼食物有沒有壞掉了 這是最正常的反應嘛 他不會去看說 我們廚房好像有蟑螂大便 那是不是你這樣動作的 但是我覺得現在很糟糕的事情 就像國民黨這個態度 你還用國民黨來發臉書 你不然隨便找個議員 都可以 國民黨發臉書 陳其邁踹共 陳其邁要管到每一家賓店嗎 就好像這個陳其邁說的 叫蔣萬安去 去了怎樣 去了就表示比較重視嗎 那要去任何地方 那總統要不要也來重視一下 院長要不要也來重視一下 所以我覺得民眾 民眾會這樣子會造成反感 就什麼事情 你看蔣萬安現在做什麼事情 第一件事先說 我有做 不管我做多少 第一個有做 第二個我沒錯 就是完全是這種 就是太平觀的那種 就沒有不敢去處理任何的事情 你開個臨時會就開 如果你自己覺得沒有錯 你就把它講清楚 還要防你阿嬤這樣保護你 不准開 不准開 不能碰我的金孫 這樣的一種態度 然後呢 不過現在好的數字就是說 你看喔 現在不用那個 因為藍白和就如這個 近藤一心一意 多年來 多少 多久以來期望的 藍白不和了 現在藍的出事 白的直接打了 你怎麼輕鬆 坐在旁邊 要站觀察 看美鳥台 看你兩個人要做什麼 做什麼 做什麼